好 差不多時間也要開始 感謝今天大家來參加這個禮拜的折舞 這禮拜的折舞是由折舞舞團隊跟勞務政縣 還有勞務政縣一起主辦的這一場 當然不要談公時保護 看起來大家對公時保護都非常非常有興趣 不過我們就好好來談一談 不免俗還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第一次來折舞的請舉手一下 不錯喔 手臂很狂喔 今天特別多 然後顯然這個議題還在當頭熱上面 那我股市老政策律書長崔有言 今天定這個題目其實就是要好好談說 公時保護在勞動基準法或勞動基準裡面 一個非常核心的保護的概念 我們要怎麼樣來談 那的確在整個修法過程裡面 可能我們會聽到來自各方的不同的意見 那在這個請 我相信今天很多是因為佳和老師的帥氣 慕名而來的 我相信 今天我剛剛講說 今天一定會報場 他講說怎麼可能 來證明給他看 OK 那再請佳和老師來聊今天的主題 彈性的誰 誰的彈性 這樣的一個主題 然後去公時保護的哲學實踐 那可能我們會比較從不一樣的角度跟不一樣的概念去理解 那公時作為一個勞動基準的核心 到底怎麼樣來看 那我做一下Pretest好不好 認為自己 認為自己 需要 在工作上有一些彈性能 我們先不要有任何的立場 認為自己需要多多少少有一些彈性能 讓他舉手一下 所以沒有舉手是 好 OK 謝謝 那認為自己的工作完全就是 按照 按照言有的這樣一個設計 不需要任何彈性的請舉手一下 那其他的 好 沒關係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聚在這邊 討論這個議題的主要原因 那原本 原本我們的那個 是面對那個地方 就像投影這樣那個地方 那我們講說哲武的 這個習慣講說 這樣比較有親切感 那以為這邊是搖滾區 但是加上老師說 他會站在那邊去講 所以搖滾區就是到這裡 搖滾區 在那邊講 在那邊講 好 顯得他發現他自己走不過去 好 那我們走 好 潘滑蝦熱烈歡迎 更大 好 謝謝 謝謝有言 謝謝主持人 然後在座各位 大家晚安 晚安 其實讓有言來講 就很精彩了 大家 剛剛很多的介紹 我相信也很多 臥虎長龍 很多 對這個問題 有不同的了解和想像 我 不曉得來哲武幾次了 也屬不清了 再次感謝我這個機會再來 我今天聲音不是很OK 請大家見諒 好 我接下來大概就用 現在是7點45左右 我想我的部分不超過9點 不超過9點 我希望有一點時間 跟大家做一些互動 就來談這個議題 那首先我要做一些 一點點背景說明 就是說 有言邀務的時候給我這個題目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 公實保護的哲學跟實踐 我決定忠於他的題目 所以我接下來的內容 至少在9點以前 除非必要 或在最後的結尾 我不會特別針對修法 我應該會提到 我想沒有辦法避免 但我不會特別罵 或評論這次修法給你聽 但我相信 待會兒的QA 大家應該會很有興趣 所以QA的時候 容我再講 我想用一個小時 多一點的時間 跟大家談談 有人給我的題目 或如何去詮釋 什麼叫公實保護的 哲學跟實踐 那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 來投影是在這一邊 所以很抱歉 大家必須往右看 我沒有在影射這一次的修法 是往右看 沒有 往右看 至少你們是在左邊的 往右看 所以邏輯上你們是在左邊 對不對 各位就像 1789年法國大革命 1791年法國自宣會議的時候 革命黨人都是做左邊 所以各位就暫且 作為革命黨人 至少剛剛幾位的自我介紹 聽起來已經有幾份味道了 那就不好意思 可能有一些看得不太清楚 因為腳步的關係 不好意思請見諒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在那邊 這樣子 好 那我想我就 接下來時間也有限 我跟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好不好 好 開始囉 好 提到哲學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有哲學問題 就像 丹麥哲學家齊克國說的 所有哲學問題 就是定義問題 畢竟定義到底什麼 欸 後面也有投影 所以有人可以看後面 我很奇怪 你聽我講卻背對著我 蠻奇怪 我覺得 我們哲務有點在考驗大家 這個 平日的習慣 就是說所有哲學問題 都定義問題 所以畢竟定義 到底什麼叫 工作時間 那這是 這是有趣的 其實 當我們在討論工作時間的時候 我們經常 工時掛在嘴巴上 但是我們的指色是 不一定一樣的 我們看不一定相同 比方說 就看看 讓各位看這個結構好了 我一般最典型的結構叫做 完全的休息 你跟工作毫無關聯 進入到uncode 你可能被召喚 你可能被聯繫 但你還存在著充分的自由 乃至於你進入一定的待命狀態 再更進一步走到備行 甚至準備要工作之前的必要階段 乃至於真正從事 勞務 這是我們一般來講 最典型的六個結構 今天 當我們在談工時的時候很有趣 我們每個人談都不一樣 不只在座各位 連我國的法院也不一樣 法院作為 這個體制內 講最會句話的人 他 對於什麼是工時 各位看法是不同的 我只隨便舉例 比方說 1993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指令 他的看法是 un call 跟修行不算工時 其他都是 其他都是 我國法院最多走到備行 最多走到備行 而對雇主很多的想像是 勞務才是工時 大家講好不一樣 同樣在說同一件事情 但背例的指示不一樣 這個從溝通的角度是極度困難的 當我們在談同一個名詞 同一個概念 背後的想像卻不同的時候 各自很分開 對方無法理解 這是台灣在討論很多問題的開端 所以 如果我們要談公時 必須先問各位自己 你認為應該到哪裡 而且還不只如此 我們繼續看下去 當我們在談公時的時候 我們總存在一些基本假設 那待會大家就會看到 今天這個時代最大的困難跟障礙是 這些基本假設嚴重被動搖 被動搖 第一個基本假設 我們總告訴自己 或您以為法律 這麼告訴你 第一 工時跟休閒是清楚劃分的 要不就工時 要不就休息 沒有模糊地帶 我想各位 單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就知道 這句話目前顯然有大問題 但我們整個的出發點卻是這個 第二 如果是工作時間 它必然是可以計算 它是可計算的 它不應該是不能計算的 它不應該是甚至 我當然會提到 例如日本 虛擬的 它不應該是虛擬的 所以前年12月的一例一休 修法的時候 我國確實引入了其他國家很少見的 所謂做一到四算四 做四到八算八 先不說序心 序心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就工時的計算是難以理解 我為什麼做一會變成四 我說從法律上 政論上待會再說 工時應該是可以計算 應該是可以序心 這是一個基本假設 如果這個假設動搖了 你會對於很多問題 產生截然不同的答案 比方說 我只舉個例子 比方說 我們今天碰到很多爭議 指的是 保全在輪班的 在做有保全的朋友 保全在輪班的過程中 都在睡覺 所以孤獨所長 所以他沒有在工作 那我舉一個 某種邏輯很類似 但截然不同的例子 例如有一位在大賣場 有一位在改貨公司專櫃 一整天都沒有生意 沒有任何客人上門 他可以自由的做任何事情 這兩種在某一種法律邏輯上是一樣的 但卻在 例如雇主的眼中截然不同 所以公時可計算跟可續心 這是一個基本假設 但這個假設其實也存在某一種問題 第三 工作時間跟企業運轉應該脫鉤 今天我們的公時總存在一個出發點 就是不論這個企業需要多少的運轉時間 即便是我們叫做24小時不停運轉企業 最典型就是醫療院所 當然不只能不是診所 例如醫院或是某一些交通運輸 這種典型的不中斷企業 我們不可能會把企業運轉需要的時間 跟然後的公時連在一起 我們不可能這樣想 我要說的是 這三個基本假設在台灣都出問題 多出了問題 就是我們在溝通公時問題上 也要讓各位先了解這一點 那談到公時保護的哲學跟實踐 我想先跟各位一起來看一下歷史上幾個重要的發展 這個重要的發展對於我最後的結論會非常有觀點 也滿有趣味的 第一個在13到14世紀 人類開始出現了計算時間的工具 我說的是相對精準的 不是那種在地上畫一條線 看那個背影就說幾點的不是 真正精準的 我們一般叫寸重型馬表 13世紀問世 14世紀人類社會開始有了一天或14小時的觀念 15世紀歐洲礦區開始採取一般8小時 15世紀歐洲中古世紀 大概慢慢要結束了 歐洲的行會 逐步建立各業嚴格的公時規定 我無意說我們這次的修房倒退600年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只是在聽一個詩子給你聽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用我們倒退多少年來論數 事實上問題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在19世紀以前 也就是在我們說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 開始邁向發達期以前 在那個以前 大概世界上主要被稱為僱傭勞動者的 大概都在歐洲 每天的工時6到16小時都有 每年有人工作180天 有人工作將近300天 那19世紀當然改變了一切 19世紀我都知道在座有很多 也許有很多社會學背景的朋友 讀社會學人都知道 19世紀的社會問題就是功能問題 那在日本主義工業革命的初期跟中期 大概是1820年到1860年 差不多這個時候 每天的工時是14到17小時 每週工時是80到85小時 如果你這樣倒退 那個時候就已經倒退300年了 所以歷史不是一直往前走的當然 好 那麼1847年 英國國會通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叫做10小時法案 可是那個10小時法案 主要是適用在女工跟童工 那這個1847年 在英倫山島所發生的影響了全歐洲 1866年當然 這個1847年的革命年 1848年 馬克思就發表了他這個影響世界深遠的 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 大家也許不太記得 第一句叫做 最近歐洲籠罩的一個幽靈 最後一句大家一定朗朗上口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那共產黨宣言 事實上馬克思在當時的那個時代中 馬克思並不是真正所謂的領導型的人物 但他的共產黨宣言 必須宣告一個新的時代來歷 1866年 當時的社會主義國際通過每天應該8小時 1890年到1910年 第四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很多歐洲大企業已經開始實施 每天8或9小時 而且三班子 已經因為許多勞工運動的爭取 開始有了三班子 例如當時在歐洲 特別是在日耳賣人事件主要的大企業 今天我們都和雙門上 例如拜登 蔡司 蔡司鏡片 蔡司跟Bosch 都已經開始實施8小時三班子 鋼鐵業跟大企業 不是工人 而是大企業的白領雇人 都8小時 都8小時 1919年第四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法爾賽合會中 一群主張應該 為勞工權力多做一些事情的代表 拉到美國華盛頓 直接成立國際勞工組織 通過的第一個公約就是 工作時間公約 每天8小時 每週48小時到今天 事業上很多的國度 並都還沒有實現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39年9月1號 如果我們以德國入侵波蘭 這個日子來做開端的話 那麼德國跟其道歐洲各國 多延長每週工時到50到60小時 男性每天10小時 我無意說我們台灣目前的工時 跟二次世界大戰差不多 看起來有點某一種 諷刺意味的類似性 那在戰時 我想大家可以了解 還有軍備工業 雖然在二戰高峰的時候 遠超過這個工時 二次大戰後 也就是快要接近我們這次的時代 那麼開始逐步降低 每週工作的時數 大概幾個重要階段 從4845 3938 37.5到30 但好景不長 或說 變正式的發展 1990年我們又已經向勞動彈性化發展 我為什麼要帶大家走過一遍 所謂的世界工作時間史 或說工作時間規制史 是因為 是因為它跟我要談的哲學跟實踐有關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趨勢 這些趨勢容許我這樣講 叫做 伴隨著縮緊工時 但工時同時去界線化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面臨的是一個 經常呈現變正跟矛盾發展的世界 世界不是一直都線性的 它呈現矛盾的發展 我們到底要如何去面對它 這是一個蠻大的難題 就看這張圖好了 這個圖叫四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 在這個 相對的自動化 機械化 還相對落後的時代 一直走到第二次工業革命 走到第三次以服務業為主 我們現在應該走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高峰 慢慢的走向它的結束 第四代的工業革命 成現一個很怪異的圖 如果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上面這張圖的話 第四次工業革命是 你在休閒 在沙灘享受的陽光 但隨時在工作 第四次工業革命 讓我們今天面對工時問題 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困難 困難在於產業世界改變 個人偏好改變 工作時間也會跟著改變 這是我們今天在面對工時問題 一個 我必須說蠻大的一個背景 而這個背景當然會影響 我待會要談個 對於工時規制的一些看法 更何況 如果今天的科技繼續發展 所謂的AI 人工智慧 那麼機器人 工業4.0 勞動4.0 未來如果我們的夥伴是機器人 我們以後有去 到底是機器服務人還是人服務機器 其實在今天很多的產業世界 有很大的改變 那人類的就是說 勞動者的工作時間 未來會往什麼樣的發展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會稍稍提我個人的一些觀察 就是說 我所要傳達的事 就是我要談的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部分 我要談的是 其實從歷史上到今天 就以工時為例 它並不如我們想像的 總是往單一方向 雖然應該要往單一方向 但它的複雜度 在於我們今天試圖 想用法律做為一個規制的手段 產生了某一種困難 這是我第一個階段所要表達的 那 就我剛剛所談的 我有幾個觀察 在這邊第一個跟大家分享 我想 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發展以來 必須說 工時總是朝向降低的方向前進 我們幾乎沒有看到一個時期 工時是從低回到高 我們幾乎沒有看到 請不要把這個彈性化 對 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發展 所以 我並不是說 永遠沒有 例如停滯或回去 但它總有某些特殊的原因 例如戰爭 或例如其他特殊原因 不然 從整個大趨勢來看 工時總是往降低方向前進 至少 從國家法律制度的角度來觀察 經濟體系總扮演抗拒角色 這一點都不意外 那跟勞工運動經常呈現的對峙 那國家的角色不一定 國家角色並不是一昧的 只幫經濟體系在抗拒勞工運動 但也絕對不會 勞工運動說什麼 國家做當然 照單缺手 當然不是這樣 那歷史上 經常出現這種很奇特的例子 比方說以這個日耳曼人為例 日耳曼人的廢除同工 日耳曼人第一個工時的規範上最大的動作 就是禁止同工 禁止同工 他先壓低同工女工的工作時間 接下來直接廢除同工 也就禁止同工 那這個是 基本上是普魯士陸軍總司令 跟陸軍參謀本部的建議 因為為了要準備接下來的普法戰爭 他需要外來的士兵 如果外來的士兵現在都是同工 以後會打不贏普法戰爭 所以很有趣 日耳曼人第一個 最重要的工時改變 是來自於陸軍的建議 國安這次然後扮演了一個很奇特的角色 例子上我們竟然可以看到一些 很特殊的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我們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開始 有所謂西線無戰式的階段 二次大戰也有 就是說這個 單單法國人跑了 法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怎麼動員 就花了九個月的時間 法國人動員都非常久 這呈現所謂的西線無戰式 不打仗 那這個當時的德法第一次的衝突 是足球賽的衝突 因為都沒有開戰 因為人家動員還沒完成 那兩邊的軍隊隔著來英和 過來對來賞 有一賽 聽足球好了 就足球的時候 打架打起來了 很有趣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法第一次交手 是在足球場上 不是真的在戰場上 那當時的 這個無產階級陣營強調 不要為帝國主義而奮戰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 所以強調國際主義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弔詭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各國都為了要讓自己的 所謂士兵們能夠為國賣命 能夠回復民族主義 所以一次世界大戰對於戰後勞動法的突飛猛進 都奠定了基礎 就是為了讓勞動者出去為國家賣命 只好承諾你 我會對你保護更多 例如全面的承認公會合法 全面的罷工 這個儲罪化 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各國對於勞動階級的承諾 所以比如說 國家總扮演著奇特的角色 他並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 他只是作為資產階級的工具 他不是的 對不對 馬克思自己也講過 國家不像雪晶體一樣的一成無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國家在工作時間的角色上 扮演比較奇特的 接下來 身心健康保護 跟社會生活的參與 慢慢成為縮短工時主要的正當性 在早期 我們談縮短工時 都會說為了要保護勞工的身心健康 那慢慢的 特別是到了1960年70年代 勞工的工作時間已經縮短到 甚至這個溝州 大概全面周休二日 差不多是在1960年70年前 1970年之前 就達到全面周休二日 所以他們的工時 越來越低以後 所謂的身心健康保護 就慢慢人為比較次要 但他在1990年以後又變很重要 在1960年末期慢慢比較不重要 或說比較次要 那麼勞工應該做為一個社會生活的參與者 變成主要的正當性來源 那1967年 是我們說的戰後第一次經濟危機 這個 以色列面對阿拉伯國家全面開戰 所謂的伊阿戰爭 然後以色列六日戰爭 殲滅埃及空軍 阿拉伯國家決定用石油禁運來回應西方國家 於是呢 戰後第一次經濟危機 讓歐洲長道戰後 經濟起機跟充分就業的第一次挫折 這個挫折就帶來了一個新的契機 就是如果有失業 那怎麼辦 因為充分就業宣告結束 凱因斯時代宣告結束 那到底要怎麼辦 就開始興起一個新的想法 叫做積極勞動市場 比方說我括號裡面講 教學你 工作分享 如果今天有很多人失業 那為什麼不能讓那些有工作的人 把自己的工作切成兩個 切成三個 大家工時降低 然後呢 失業者也有工作 那必須說 縮短工時一直帶有這個目的 可是這個目的 在啟示能力觀察中 不是那麼重要 也就是說 它所引起的效果 很有限 像我非常有限 在勞動經濟學的這個論述中 一直認為工會所要求的 把這個勞工的工時降低 把那些多出來的工時量 交給失業者 是解決失業最好的方法 勞動經濟學校 一向嗤之以鼻 一向不認為這個講法有意義 這個有機會我們再說 它是在整個工時發展中 昂花一現 雖然到今天 一直還有人這樣談 但必須說 整個主流的經濟體系 並沒有那麼樣的 這個誠心悅福的接受 這個手動 必須這麼承認 那當然 產業結構的變遷 所謂第三級產業的興起 其他就是服務業 各國發展越快的國家 服務業都越蓬勃發展 台灣在十幾年前 服務業的產值跟受戶人口 已經超過60% 台灣也跟現金國家一樣 完全曝露所謂的服務業國家之品 然後生產組織跟生產技術的演化等等 又改變了公使結構 在這裡非常吊詭的 1980年代 我們叫做個人化時代的到來 1980年以後出生的 我想在做大多數的年輕朋友都是 1980年以後出生的 它的集體主義的成分很淡 它以個人主義為主 甚至不受傳統家庭價值 或一些邏輯規則的束縛 我想在做朋友都知道我說的是什麼 所以1980年代又來一個奇特的發展 我們一般叫做 學理上叫做規範的主體化 每一個人變成完全自己的主角 他不會去服音或去集體主義 或過去那種傳統告訴你 你就是應該一輩子被安排為 刻板跟制式的角色 慢慢脫離他 那對我們今天談的公使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些因素重合起來 我們看到下面一些今天在談公使問題 沒有辦法避免的 別忘了台灣今天有超過百分之六十幾的 勞動者都在服務業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用傳統工業部門的 一些角度來看今天很多問題 例如公使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所謂趣態惡化 不只是單一的生產線 不是像左邊在摩登時代那樣每天做一個動作 彈性化 扁平化 組織的扁平化 不是one to one 而是one to many 去中心化 個人化 或今天越來越多所謂的project culture 不是你每天做一個雇主指示你的工作 而是雇主丟給你一個project 其他你自己去處理 那個造成公使的衝擊其實非常大 或是所謂的on demand 一切依需求 需要你的時候 那個極如星火 隨時上線 不需要你的時候 你看起來 這個行銜金意志什麼都不必做 可是 always on 你自己管理 serve management 或 boundary management 一切處在邊緣 一切處在邊際 跟什麼都是開放性的 要自己為自己負責 今天有越來越多的產業 越來越多的工作型態 更不必說 因為數位科技的發達 產生了新的所謂數位經濟平台模式 這一些都改變了我們的世界 當然 不是大部分的勞工 以前是這樣 當然不是 我們今天所處的是一個多元的世界 什麼樣的類型的人都有 當你在講A的時候 總有B出來打你一點 說我就不是這樣 你講的就不能套用到我身上 所以我們今天在討論公使問題的時候 如果能夠觀照全體 但又兼顧個體 如果能夠處理到全貌 但又不失對於部分特殊性 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一些難題 那麼當然 那產業界 產業界在一百多年來 其實它很多回應的態度並沒有兩樣 就是兩張圖 左邊大概是在1840年代 工人說 縮短每週七十二好不好 老闆回內去德文說 不 我會倒閉 右邊是在1970年代 現在員工說 縮短每四十小時好不好 老闆說 不 我會倒閉 事實上 縮短都一樣 而企業並沒有真的倒閉過 如果企業真的倒閉 一定是來自於其他因素 我還記得我90年代在德國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歐遠到德國馬克 德國馬克有一次生殖一人 德國就一萬家企業倒閉 只要貨幣 我們都知道那個芝加哥學派 所謂菲利曼的貨幣學派 認為貨幣是決定經濟 決定市場最重要的因素 以後有機會再談貨幣學派的一些影響 至少今天談到企業倒閉 它往往維持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但企業正能夠控制的成本之一 就是勞動成本 它似乎像宿命般的 必須去阻撓一切的進步 即便只是姿態性的 就是我們這台公時問題 所碰到的另外一個障礙 那當然今天結構性的變化也很同樣 那當我們在談 各位可以看到 我從前面講到現在 我在鋪陳的兩個我要講的主軸 一個主軸是 如果你從公時發展趨勢來看 一方面縮減公時 一方面公時彈性化 這兩個到底是相伴相隨 還是兩個是對立 這是我要跟 如果今天我一個小時多一點的跟大家分享 要有一個主軸的話 我的主軸就是這一張 我們先看這些問題 就從前年的一粒一修 到不久前的所謂再次修法 收穿了都是在回應這個問題 它回應的也許很混亂 也許彼此邏輯矛盾 也許在提倡新經濟的時候 卻又要那種 舊工業時代的某一種公時形態 那是因為在台灣 不論是社會 我往往覺得 國家或說政府是社會的反應 當我們社會激情混亂的時候 這個政府一定用混亂來回應你 一定用混亂來回應你 就好像媒體好了 我們在看媒體的這種 一些奇特的演出的時候 它往往是整個社會的反應 某一種陸政府也一樣 因為我們的社會 例如對於勞動 對於工作形態 存在著各自不同立場出發的想像 這個想像如果在一個沒有明確視野 跟政策方向的政府眼中 就會呈現邏輯故意的回應 這個回應應該是我們 這幾次修正 我個人看法最重要的原因 那到底縮減工時跟工時彈性化 從國際發展趨勢跟從國內的理解 到底我的解圖是什麼 是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我想先做個中間結論好了 工時保護的哲學跟實踐 我們的現狀 大概是如此 現狀是第一個 談到工時保護 作為工法結構 勞動保護法 你違背 我就猜罰你 我用你勞動檢查做手段 我甚至可以把你 這個犯罪化 當作刑事犯罪 把所謂道德非難性高的刑事犯罪 用來套在你身上 這個沒有問題 各國都有出現這樣的例子 這個工時保護的整體結構仍然存在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說 啊 時代不同了啦 那個工時保護 我記得參加過 個人參加過兩次記者會 我都被在場兩位來參加的來賓 這樣子回應 有一位 所以我就呼引其名啦 他是某一個雜誌很有名的副主編 一個經濟性雜誌 商業性雜誌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呃 呃 呃 大家不要對號入獸 我沒有紫色任何的 呃 我現在都不做任何影射了 因為我的影射很著慮 每次都跟他踩住 那我每次都說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樹門大的金融業 那大家馬上就知道 是不是這種 這種紫色 我們說志明姐姐很愛做的 那家航空公司 這個以後我都不再走 對 就是說呃 有一位副主編他就當場很客氣的 但以氣很強烈的說 他的父母 他說我的父母 都是辛勤 工作養育我們全家 這是個可貴的價值 為什麼你們法律學者 要限制工作時間 來抑制人們 勤奮向上的價值 我一時以色 是因為剛好噎到 所以我是剛好 我馬上要回應 結果一時口水噎到 聽說就是 口腔拿著前兆 那我天天才知道 我常常會這樣噎到 他認為我一時以色 是讓我是噎到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去 呃 扁低人們 勤奮向上的價值 那先不說背後的原因 我只能夠說 目前世界各國看來 即便是最自由主義的美國 並沒有完全拋棄 公使保護 作為強行工法 強行工法 的意思叫做 制裁 強制 法律效果 甚至犯罪化 我想這幾個是不變的 但是必須承認 勞動市場區隔化 勞動市場今天呈現非常的分裂 多元 那勞動市場區隔化 會伴隨著 某一些特定語義公使 去界性化 所以我相信各位 我相信各位 回家之後 大家都會扮演 在家裡扮演 鍵盤模倫的角色 回到家裡這樣 鍵盤模倫的角色 開玩笑 就是說大家在網路上 經常會發現 當你在陳述某一種經驗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 很短的時間內 跟你陳述完全相反的經驗 然後否認你對於 你經驗出發的某一種評價 某程度 容許我狡猾的講 大家都沒有錯 都承受是各自的經驗 但都沒有辦法真正的回應對方 就是說 因為今天我們面對是複雜的世界 各位 如果面對複雜的社會 複雜的世界 你是想用單一去理解它 你是想用單一模式 用單一的答案 就是恐怕 這個最後被 最後被拋棄的是自己 那種狹二的緊張 那因為科技進步更強化這個趨勢 至少對於某一些勞動者 那這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的社會 會截然不同 會截然不同 好像就是以中國為例好了 中國大概是世界上 目前被攻的數位平台經濟模式 最平衡的這個社會 中國 中國單單靠Uber 單單靠Uber在維生能 據說超過4千萬人 4千萬人 也超過台灣的人口 那 中國有它背後的原因 這個 德國法國的專家 到中國去都探為觀止 沒有想到說 平台國是可以發展到那樣的階段 中國有它的特殊性 我只能夠說 各國社會發展不一 那在台灣呢 我曾經聽過兩個專家截然不同的想法 有專家醫師跟我說 你有沒有聽過 一百塊這個網站 好 我 當場退了兩步 我必須承認我沒有聽過 但我正在說我聽過 然後呢 馬上趕快再搜尋 一百塊這樣 我連寫都不會寫 一百塊大家知道怎麼寫嗎 國內有個網站叫 一百塊 就是有一點標準的數位平台的 每一盒 project的模式 大家可以帶回去 要打三個中文字 一百塊 這就是國內目前 最夯的數位平台經濟 數位經濟平台 那就是說 科技進步更 更強化的這個勞動市場區隔化 勞動市場一旦區隔化 工作時間的掌握就會不一 那麼 縮減工時 我請各位別誤會 我沒有說縮減工時時代早就結束 不 各國還在縮減工時 各國還在努力中 至少公衛運動還是以這個為主要目標 如果各位有注意這兩篇新聞的話 德國服務業公衛跟德國金屬公衛 發起要再縮減工時 再縮到35以下 縮減工時 事實上沒有改變 可是縮減工時 往往一個相伴相隨 或說辯證式矛盾對立存在的是 公時台形化 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承認 它呈現兩個 兩極的發展 但過去很少見 我剛剛說過 一百多年來 如果人類有勞工運動 或說人類對於公時開始出現 有管制力的這種國家管制 大概一百六十年來 很少見公時變得更長 很少見公時穩固 公時應該總是往更短的方向邁進 但過去這種少見的 今天卻伴隨著彈性化越來越多 這個越來越多未必是法律上的 很少的國家各位 很少的國家透過法律延長公時 我們幾乎看不到 但很多國家都是出現很奇特的方式 一些很巧妙的安排 讓你實際的公時變得比法定來的更長 那麼我本來有幾個OECD的統計圖 因為我想我時間不要太長 就我把它散掉了 以OECD的統計圖來看 德國幾乎是每年的統計中 公時最短的國家 大概是一千三百多小時 比我們台灣一年少八百小時 如果你一天工作十小時的話 德國人一年平均比台灣人少做八十幾天 八十幾天各位等於將近三個月 好像我們有十五個月要過 德國人只有十二個月 你這樣想就知道了 這很恐怖的對不對 但每次講到這邊我就要吐槽一下 根據德國真的統計 德國人每人每個禮拜 免費幫企業做了超過七個小時 不在統計之中 德國對於全世界公時最短的國家 仍然無法避免 所以也就是說 有時候勞動統計 國際勞工組織有一個勞動統計公約 勞動統計公約 告訴大家的是 如果勞動統計的方法錯誤 勞動統計是不可信的 而這個公約並沒有告訴我們 什麼勞動統計是可信的 直到現在大家很講到這個意思 我常用失業率做的例子 我們台灣曾經台灣在OECD 在世界公約國家中 失業率是很低的 必須不去這麼說 我們的失業率很少超過4% 最多也是4% 都沒有超過5% 那是因為我國一直有一種統計方法 在歐洲國家 某些歐洲國家 如果在統計的當年度 有工作的時間 不超過3個月 打零工啊 一年啊 你你可可加錢 不超過3個月 很多國家的統計是 算你全年失業 我們台灣的算法是 統計年度中 你有一天就業 你就全年沒失業 可是我們的失業率當然很低 所以當然很低 所以有時候出現在統計方法 看你要略可告慰還是要面對現實 看你到底要選哪一種 那只能夠說 過去歷史上真的很少見的 在1990年之後 我們台信化跟全球化 這兩個大概一般都認為 1985年是一個蠻重要的轉折點 那它的轉折點的前奏是1979年 我們常說戰後影響世界最重要的一年 其實1979年 那麼這種趨勢伴隨勞動產計畫 今天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就逼死了法律 某種程度的回應 最有名的回應是日本跟美國 日本就有了所謂財糧勞動 有所謂虛擬勞動 美國有所謂的白領勞動公司 也就是說白領大家可以想見 就是說利以美國為利 美國就區分工業勞動者跟白領 白領如果薪水在一定以上的 就幾乎沒有公司保護 如果你多了 還需要保護嗎 那國內曾經有某一位立委 我忘了是哪一位 我記得是 這也不能用影射的 影射很難影射 那個那個 那個 夏宇林的襯衫很瘦的那個 他就摔摔了 我不是說黃國燦或是開玩笑 沒有辦法影射 因為事實上我忘了是乃瑞立委 有位立委曾經提議 國內如果月薪六萬元的 就不受公司保護 他就是引用美國式的 白領勞工薪資一定以上 不再有公司保護 邏輯都一樣 邏輯都相同 那這個就是說 今天過去很少看到的趨勢 今天出現了 他就在某種程度的 要回應現實 那如果真的要縮減工時 不行我們這樣講 如果要縮減工時 其實制度上是有一些方法的 這會慢慢的連到 也許發尾QA 或是我待會最後提到 我們台灣這兩次的修法問題 如果縮減工時做一個政策 大家一定要 它是一個組合式的 它會涉及到工時 休息 立價跟休假 甚至工資的連動 這個在台灣特別明顯 在台灣我們竟然碰到的賬賣 你到底在台灣工資還工時 我每次都會講 我每次都會講那個1980年代 那個明陽日本的電視劇 叫做無家可貴的女孩 安達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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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在那一齣肥皂劇 很多日本人 都趕回去看那個肥皂劇 哭一哭再回去上班 那個安達佑時 可愛又肯的小女孩 碰到陌生人講了話 都會講一句話 那句話是日本當年年度遊行語 那句話叫做同情我就給我錢 如果你是教勞動法 我都想要這句話 同情我就給我錢 你應該有特別消假 不然給錢 你應該這個 可以延長工作 延長工作就給我錢 說實在呢 我常覺得跟安達佑時那句話 沒有太大差別 沒有太大差別 各位要了解 就以我比較熟悉的德國為例 在德國加班沒有加班費 沒有加班費 因為法律希望你不要加班 沒有加班費 在德國特別休假 確實可以用工資來加以 所謂的很難翻譯啦 就以我們談話來講 就可以用工資來給付 但他的法律態度是 極度不鼓勵 希望你真正休假 希望你真的休息 那德國沒有效果 還有不休假獎金 這是很怪異的 那這個當然 這個有時候休假太多 也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困擾 對德國來講 德國人最困擾的問題 第一名是聖誕節要送什麼禮物 平均一個成年人 聖誕節要送17份禮物 要送的都不一樣 又送的巧 自己又不會破產 又不能跟去年的一樣 又要更流行 第一名 德國人最困擾的第二名是 明年六個禮拜要去哪裡休假 因為六個禮拜一定要離開這個公司 離開什麼 不准你回去 那沒有人 每年總不能都去加熱 每個人都 不能每年六個禮拜都去 這個 都去 這個什麼 地中海 不可能都去那裡 所以到了一個很大的困擾 我們台灣人覺得你想太多了 我們台灣人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那這個 必須連動調整 更重要的是 如果要縮減工時 一定要把企業的營業 跟本身的運轉時間 一定要同時做管制 我們很難理解 如果有 例如服務業好了 如果有服務業可以早上十點開店 開到晚上十點 卻說勞工的工時應一勞機房 我很難想像這個要如何辦到 你說很容易啊 服務業輪兩班就辦到了 那你去看哪個服務業輪兩班 大概除了相當規模的中大型有可能以外 幾乎幾乎不可能 所以變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或說必然應該可以看到的現象 只要工時低的國家 只要工時保障真正落實的國家 營業時間一定少 營業時間一定要跟著降低 那社會必須要接受 社會不能夠說 我要買菜 我半夜想吃宵夜 我半夜想打飽銀球 我半夜想剪頭髮 這台灣都有 台灣都有 台灣甚至有半夜的圖書館 我曾經有一天半夜三點半睡不著覺 我想去新北市24小時的圖書館看看 到底有誰在圖書館 而且在做什麼 我很想去看看 半夜的圖書館到底要做什麼 就是說 整個社會必須熟悉 我們在這兩年 我當然有立委提出 颱風教不要入法 也同樣面臨到這個問題 颱風教在其他國家 如果有類似的天災 那麼停止工作 他一定乖乖待在家裡 台灣人不是 台灣人不是 KTV沒有包廂 大賣場人滿為患 電影院買不到票 買不到票 這個 有時候 縮減工時必須整個社會 必須全社會的 縮減工時沒有辦法去切割的 這是台灣社會必須要認識到 那麼在現實上 必須讓個月勞工確實減少勞務提出的時間 增加工作外的休息時間 而不是只增加錢 這是一個我們在談工時 你到底是要談工時還是工資政策 當然我們可以說 如果縮減工時不能真正達到 至少達到增加工資 這個我可以理解甚至接受 但他總不是政策最核心的目的 接下來 如果你不願意減少企業運轉 你又希望達到法律的政策目的研討工時 那沒辦法 你只能增加人力 各位也許沒有特別留意到 在2016年大家都把焦點擺在2016年12月的一定修法 事實上2016年更重要的是1月1號 每週公時縮減40小時 台灣人毫無感覺 因為沒有人真的縮減40小時 各位好 我必須要這麼說 當然是我的觀點 2016年1月1號 每週法定政策公時縮減40小時 對台灣人毫無是更重要的 但沒有人注意 沒有人留意到 因為沒有發生 沒有真正發生 我在勞動部辦了一場台北大學的研討會 現場有大概200多位 聽說都是事業崗位的鄰居多 我問了兩次 有沒有人因為這個規定 你們的企業增壓人力 第一是沒有任何人舉手 第二是有一個人舉手 略可告慰 後來那位小姐會又跟我說 老師其實我沒有 我想說你還沒面子 我幫你捧場一下 然後要舉手 那位小姐心腸很保重 看你很尷尬 我就舉手捧場 你捧場 上公事也沒有 台灣台縮減公時最大的吊腿在於 社會各界 乃至於國會 朝野 政治力量 溝通的焦點 都不是真正縮減公費 都是在爭取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容許延長公費 延長公費如何處理 這是我們講的縮減公費的最大的吊詭 當然我剛剛說過 我無意說不能用縮減公費來增加工資 雖然那是怪異的 但可以接受 但你總是要透過一些努力去達成 待會如果有機會再談一例一休的評估再說吧 那麼接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現實上 如果你真的要縮減公費 你一定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雇主調整人力需求的安排 第二個是雇主調整生產組織 或配合營業運轉時間的限制 這樣的很遺憾的 將近一年多來 這兩個條件都沒有出現 政府應該去運用 如果政府真的在乎 他所推的縮減公費的政策 不應該只是用增加工資 增加工資也許是很多勞工需要的 也許 但這不是政策本身 若是政策本身 政府一定要花費很大的力量 例如利用經濟部會的力量 利用其他的力量 去促成這兩個條件的出現 很遺憾的這兩個條件沒有出現 沒有出現 到底是政府沒有做 還是政府做的沒有效果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可能途徑是 有沒有拿縮減公費 作為剛剛說的 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增加失業者的僱用 還有我們一般學歷上 陳志偉非真正 Geoff Shelly 很遺憾在台灣也沒有出現 我們連資質片語 連美化的宣傳也好 都沒聽到 我們甚至連政府 這個說我想要這樣做 也沒有聽到 彷彿失業者 在整個口口聲聲 縮減公費的政策中 不存在一樣 這個在過去歷史上幾波 重大縮減公費 例如在1930年代中期 1960年代中期 1980年代中期 這三波歷史上最重要的縮減公費中 最常出現的 經驗上 政策在台灣完全沒有聽過 連說也沒有說 我的看法是這兩個條件 跟這個路徑都不具備 所以就造成了台灣不只會產生 雇主面對這一些 所謂勞動法制的變化 支撐嚴重規避法律的行為 只要走到這裡 公實規範將淪為空談 加強勞減 我完全不反對 加強勞減 只是讓這個問題 更加如同漩渦般的越陷越深 它促成了某一種規避反對的行為 越加激烈 我們歷史上幾乎沒有看到 企業沒有符合它某一種經濟邏輯的想像 但用強力壓制 它就 如果用法國管制學派的講法 它就改變自己的資本積累模式 歷史上我們沒有出現過 這樣 它需要很多一些複雜的配合 複雜的配合 所以縮減公時 當然縮減公時 不是一個完全單項的 所以縮減公時政策 如果真的要做 它其實有一些工具 年、季、月、週、日 你總是要某一個或某幾個 做某一種排列組合 像日本通過了幾個國定假日 是沒有名稱的 讓民眾自己來選名稱 我記得有個國例叫做三的國定假日 三 就是普遍三 這個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如果縮減公時真的是一個認真的政策 你必須在這上面著手 如果你沒有真的著手 我沒有辦法評價你叫縮減公時 完全沒有辦法評價 好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縮減公時的重點 除了特別休暇和國定假日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努力促成法定正常公時成的現實 曾經有人拿我們政府的一個資料來問我真實性 他說 我們政府有一個資料說 德國的國定假日比台灣少 有人問我說這個資料是真實假 我特別去查了一下 因為德國是聯邦國 所以他有一些國定假日是全國一致 有些國定假日是各方不同 因為南部是天主教 所以天主教的這個 國定假日是比較多的 因為宗教的因素 所以如果再度有人要去德國留學 記得去天主教 南部留學 因為你會多很多假日 都非常多假日 這是真的 復活節就多很多了 所以就是說 許多我們今天談的 例如國定假日 台灣在世界平均中 我必須說不算非常少 至少不在少的那個光譜 那一端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你有沒有促成 法定正常公實成為現實 如果其他國家的公實政策 靠著法律跟實踐 都是讓每周 別說事實的 我告訴各位 很多國家每周公實 48 正常的還是48 還有人44 還有人46 重點是 如果你讓4446成為真正的現實 而不是像台灣一樣 拼命能在爭取加班加到哪裡 台灣有一個非常奇特的 在其他國家跟社會很少見的 台灣的資方 也包括很多的勞方 把加班當作權利 權利 好像泡一句助理論的話 叫做做好做滿 加班到加好加滿 九五加滿 加滿加滿加滿 不加滿是我吃虧 這個在作為公實政策 來自於縮減公實 我是難以想像的 那你就不叫縮減公實 原來叫做充分加班政策 妥適運用加班政策 至少要實話實說 我想就是說 我個人的看法 國令假日 特別要都很重要 並非要不重要 國內有一些研究認為 台灣人不習慣或不偏好 法定正常公實成為現實 台灣人比較偏好小確信 小確信就是 這個 如我說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台灣有一種 各國沒有的現象叫做 叫做 補教 補教 比方說228是禮拜天 那我們就補禮拜一 我必須跟各位講 這個世界警戒 因為 當我228應該放假的 國內應該放假 不論基於歷史政治文化什麼時候 代表你那天不應該工作 請問你那天有沒有工作 沒有 因為是禮拜天 所以其他國家沒有人在補禮拜一 因為那邏輯很怪 重點是你禮拜天 就是那天要休息 那天因為逢週日 你真的休息了 可是台灣人就覺得 我一定要爭取到 廉價 我一定要爭取到多補一天 否則就是我這一生蒙獸重大的冤屈 我一定要搶回來 所以呢 國內有研究者曾經跟我分享 他認為 台灣人不在意加班 這是他的講法 某一位研究者 他說台灣人不在意加班 台灣人在意的是國定假日 台灣人在意的是哪一天那一天放假 所以那位專家給我們的政府建議是 加班盡量弄沒問題 只要國定假日還幾天給勞工 就不會有人反對 我不曉得他的看法如何 就是國內某一位專家 讓我孤影幾名他的講法 他認為台灣人的民族性 台灣人的這種勞動習慣 並不真的在意多做幾個鐘頭 他在意的是有一天完全不必去 那一天你不必把我安排為什麼 每週有一日休息那一日得工作 他說台灣人為什麼看到一粒衣修 一粒衣修變成張志銘 一粒衣修變成一個誤會的字眼 就說去哪裡不一粒衣修 我那天在一個研討會 看到兩岸關係 結果在我來民族說了十次一粒衣修 我覺得很奇怪 兩岸關係跟一粒衣修有那麼不關聯 他說我只是要凸顯蔡政府很糟糕而已 每個人都用一粒衣修作為開場牌 他說很奇怪 一粒衣修變成一個誤會的名詞 就是說那這研究有認為 你不必把台灣社會搞得頭髮腦髒 不必把每週兩日休息 一日一日為例假一日什麼 然後台灣人聽不懂 還兩天國庭交付 還個五天六天就好了 我不曉得各位如何 也許它是一個答案你說不定 也許 那接下來一點時間 因為我在九點以前我要把它結束 就是說另外一個脈絡 另外一個系統當然是彈性依工時 我必須這樣說 我們台灣人並不真的喜歡彈性依工時 我們誤以為的彈性依工時 在學理的角度來看 只是叫做無眠無盡的加班 各位無眠無盡的加班不是彈性依工時 我一定要強調這一點 彈性依工時有它的一些邏輯跟規則 跟它的核心的目標跟框架規範 乃至於程序 我們台灣的彈性在我聽來叫做不停的加班 不停的加班不是彈性依工時 它當然是彈性的某一種模式 但它仍然必須遵守一般我們講彈性依工時的一些邏輯 我在這邊跟大家談一下彈性依工時 我想彈性依工時其實 它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在於 它希望兼顧企業競爭力 但也希望兼顧勞共的時間主權 別忘了我剛剛說彈性化主要的發展 是在1980年中期之後 1980年是社會學上所說的個人化時代的大戰 1980年代是戰後第二代嬰兒潮 甚至第三代的 就是說它的觀念已經跟它的副職輩大大不同 它最終是自我成長 特別經過1960年代末期那個狂飆的時代之後 就是說這個勞工時依主權變得很重要 然後時依主權的重要呢 企業的競爭力又因為這個 我剛剛說過又因為戰後第一次經濟危機 乃至於1970年代石油危機等等帶來的改變 開始我們戰後的人開始嘗到所謂的經濟景氣循環 開始嘗到那個苦果之後 彈性化在那個時候放不出來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它的幾個背景 第一個 失業 企業走在國際化的高峰 資本積累走向新能模式 國際資本分工重組 勞工個人化時代大買 別忘了這三個 還有生產技術的發達 自動化 合理化 這些是我們今天談這個問題 一個蠻重要的背景 那麼一般來講 當我們談彈性工時的時候 它有幾個主軸 第一個主軸是 它希望維持法定正常工時不變 比如說彈性工時它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任意延長 所以我才說我們台灣在談的 在我的眼中 不是真的叫彈性工時 我舉個例子 例如變形工時 勞氣法有兩週四週八週的變形 變形工時至少從理論上 或說或從某些歐洲國家實驗上來講 它並不壞 它可以兼顧勞資雙方 可是在台灣跟一律一休一樣 變成一個污混的名詞 每個人在講話變形工時 就是我無窮無盡的加班 然後沒有加班費 各位這個不是變形工時的本意 變形工時在歐洲國家行得通 在台灣就變成很怪異 比方說我一直很難理解 在我們台灣的變形工時 是可以連續工作12天 在歐洲的變形工時 一樣不能連續工作7天 第六天就結束了 一定要有一個立假日 可是在台灣 特別是四週變形工時 就變成可以連續工作12天 所以大家都搶著 要納入四週變形 這個奇怪的 台灣通通被這個捲進去了 這也是很奇怪 如果我們把變形工時 能夠回復它的原貌 那也許很多問題 並沒有那麼樣的困難 然後呢 談刑工時的另外一個主頭 是希望符合企業的需求 且勞工的利益 在這個節目之下 才不受這個 赤勢工時模式的拘束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勞動彈性化是在1980年代 主要是內外部彈性化 請大家看這個表 其實彈性化在我們工作時間 最大的問題就在 最大的特徵就在於 內部數量彈性 當然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麼今天的企業 不論在外部功能或工資上 不斷的彈性化 不斷的彈性化 那今天我們只談工時 所以我就不詳細的解釋這四個類型 這四個類型還有非常多的這種四類型 今天談到內部數量彈性 則就是工作時間的安排 加班或乃至於部分工時 使用上應該盡量彈性 這是企業所追求的 然後面對企業所追求的 勞工很難一昧採取手勢 代表當然不能照單全收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90年代在歐洲的時候 我學到的一點是 工會 當然歐洲的工會 因為比較大 比較有那個能力 歐洲的工會 並不反對彈性化 他跟雇主爭取的是 對我勞工有利的彈性化 這樣才能夠讓企業 一方面維持它的競爭力 一方面讓勞工得到滿足 就以我們這次修法 通過了所謂公時帳目 我們的公時帳目 當然簡略到不行 除了這四個字 蠻類似以外 其他我們都不是很瞭解 除了這四個字以外 就是說公時帳目來說 以德國最偏金的 或說力量最大的 德國基礎工會而言 85%的基礎工會會員 超過250萬的公會會員 是支持公時帳目 因為公時帳目對他有利 可是這個東西到台灣 就變一個樣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在彈性化的時候 很大的障礙 這就是工作時間 我們經常看到的 不同的這種彈性公時的模式 所以有連在設計間的 主題叫做彈性的誰 誰彈性 如果真的要就彈性化 必須一個一個看 當然啦 我們台灣的這個 系列比較少 很細緻的去操縱每種模式 我們台灣的系列 大概比較操縱就是 延長工作時間 但又不已 別忘了 歐洲人也有延長工作時間 但延長工作時間 必須以回復法定正常公時為目標 延長公時又有上限 各位 結果就不會那麼令人擔心 可是因為台灣 並沒有以回復法定正常公時為原則 就會變成無眠無期的意思做 到頭來就是用加班費 而加班費還不一定拿得到 這是我們今天面臨到的兩難 那這彈性化的原因 我想用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多說了 它有很多種模式 這個在國內其實大概都有了 比較少有的是長期休假 無心假不是長期休假 絕對不是 那中高齡不分工時 在國內曾經有企業想要運用 因為在座都是年輕朋友 年輕朋友居多 那麼各國都出現嚴重的少子化 各國都出現至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各國都出現了平均移民不斷的往上升 各國都出現了勞動保護越來越強 變成企業重整的能力很困難 造就的結果就是年輕人的勞動市場機會超 台灣也不意外 台灣的年輕人相對於國人平均失業率 我們的年輕人失業率是國人平均失業率的三倍 是全世界第二嚴重 僅次於義大利 其實只有義大利比我們嚴重 那別忘了我剛剛說的 我國的勞動統計的花樣在哪裡 這個教授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那如何處理我們叫做勞動市場上的世代正義 歐洲主要的模式就是中高齡不分工時 我讓中高齡勞工先進入不分工時 但他的薪資只減少 不完全等比例的一部分 比方說他減少了工時40% 但不讓薪資減少了40% 薪資也許只減少了15% 那事業上最有名是河南跟丹麥模式 丹麥郵局本來要裁員幾千人 後來資深的員工縮減工時 然後工資只減少一點點 讓丹麥郵局大量雇用年輕人 那這個模式在台灣行得通行不通呢 依我很多的居住基金是行不通的 至少很多人給我的反應是行不通 就是說很多的 很多的這種 我必須承認 很多的這種 在一些國家可以行得通的 但台灣不一定行得通 它需要一些社會條件 也需要不同的社會行動者 包括勞資 包括政府 有一定的共識 在台灣 台灣全民唯一的共識是 大家沒有共識 好 那我想我就進入我最後的結論 我自己有幾個主張 第一個主張是 我想傳統工時保護規範跟結構 我自己有並沒有鬆動 特別是休息 在一百多天台的發展中 休息幾乎是不會動的 而且休息幾乎是穩固的 我們很難想像休息可以縮短 我們很難想像這一點 休息在某一些極端 某一些任何人 連上帝或佛祖下來 都覺得沒有辦法阻止的情況 可以個別的偶發性的 極度例外的一次性的延長 但不能通案化 絕對不能通案化 那休息這是不能鬆動的 法定最高上限是不能鬆動的 所以為什麼我個人對於這次法46 在連續三個月的情況之下 可以延長到54 雖然三個月加起來不超過138即可 我不是那麼樣的贊成 因為你必須告訴我們為什麼46 不叫過勞上限 各位從1984年自聽勞基法也來 我們每個月延長工時上限46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表示 勞基法實施30多年來 國倫認為46小時應該是 我們可以接受的工時上限沒有變 為什麼會變54 我不太能夠理解一個邏輯叫做 下個月輕鬆一點可以交換這個月過勞一點 過勞跟超過跨月紅線是不能交換的 沒有辦法交換 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可以檢討的 第二個經濟或是營業運轉需求 必須逐步退讓跟真正推勾 我很客氣的說逐步退讓 因為在台灣 我參加過非常多的會議 也讓很多經濟學家 之前我去台南法律系辦的活動 因為經濟學家修理得很慘 雖然我認為我修理他比較慘 不過大家仿佛認為他修理我比較慘 沒有 反正就是一律的罵法令人不懂經濟就對了 我必須承認 所以我很狡猾的加上逐步兩個字 基本上他應該脫鉤 應該真正脫鉤 台灣許多人的反應是 台灣很多的企業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總要至少逐步吧 至少政策的導引 至少政府應該努力讓他逐步脫鉤 然後彈性化 如果真的要彈性化 我說的是真正彈性化 不是一面的延長工時 而與工資交換的彈性化 就必須與落實正常工時 與兼顧勞工利益 才能夠去實施 我就以德國聯邦新法法律 一句很有名的話跟大家分享 德國聯邦新法法律 一句很有名的話說 店家單純經濟上的營業利益 以及各位別忘了 以及潛在消費者日常生活的購物利益 原則上不足以合理化 週日跟國定假日應該休息的勞工 例外的動搖 德國聯邦新法法 還在幾十年前 這句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根本動搖的話 在台灣近南人文沒有共識 有時候我自己也蠻慚愧的 我自己也常常犯下這種毛病 去年暑假台灣有個大颱風 風雨很嚴重 台北市放颱風架 那蘋果日報記者打電話來問我說 站不站著放颱風架 我口握很沸 他說當然應該放得如何如何這樣 那講話一半我一直在旁邊說 我爸爸待會兒想要給你吃飯啊 我說當然去對面美麗華吃飯啊 那我自己也有時候會無法避免犯到這種毛病 我們要自我檢討 台灣社會要自我檢討和學習 就是說別人需要 你需要休息的時候別人也需要休息 如果什麼叫做犧牲日常生活的購物利益 什麼叫做犧牲經濟上的營業利益 台灣人必須要學到這一點 我必須說 當然啦 社會或許需要時間 但是我的看法是 應該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我個人有一個八字真言 這個八字真言經常被很多好朋友 可能落外有言 罵為墮落 我的八字真言就是想法激進做法務實 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但一定要往前走 也許很難以悟到位 但一定要往前走 那麼公實哲學 如果要走向實踐 就像我們今天容許 如果大家認為台性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完全不能夠容忍的 那我當然也尊重 我只是希望客氣的提醒你一句 世界不是長這個樣子 世界不會因為我們想像它就長什麼樣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我們就一昧屈服就好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有沒有可能參與它的行程 把它導往我們要的方向 這是我個人一直在努力的 雖然我也不曉得答案在哪裡 就是所謂的公實哲學 如果要走向實踐 就算是台性化 我個人參考其他國教經驗 我認為應該有兼顧勞資利益的可能 但是 Tony Bride 英國首相布萊爾說 One matter is one worse 奏效的才有用 你不管你做什麼 天蛙亂罪一事無存 奏效的能夠往前走的才有用 這是我身為一個 舔為一個法律學者 我不免想到法律有效性的問題 如果法律不效 那個哥德 德國大文化哥德有去名言說 如果人人都要研讀法律 就不會有人有時間犯罪 這句話滿有道理的 就是說這個法律就是 如果我不在意法律的有效性 我只在意美學班的美感 完美 然後呢 是一切與法律描述不符的 都叫做不能容忍的偏差行為 那到底我們要有人往前走 無論是什麼問題 包括今天團的公實 我都覺得 是一件值得深思的 好 現在時間剛好9點 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老朋友佳和 非常清晨的 我相信你們一定 非常地享受 剛剛一個小時的 哲學的討論 不過 這就是聽佳和言講最大的 最大的樂趣 因為他有非常非常多 讓人深思的一些 一些理論也好 或者實際上的情形也好 不過他剛剛講的一些東西 我讓我有一些 想先講的 好 不過我知道大家都想提問 譬如說他剛剛講的說 台灣這個很在乎小確信 我在工作的時候 實際上碰到一種 老子的那種 勞工的諮詢 想說 請問一下 我太太禮拜五生 那把定我的 賠償假是五天 請問一下 禮拜六禮拜天算不算 當然不算 你不能夠講說 那我這樣補到 再補五天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我的把定權益 受損了 那叫太太等一下好了 等一下在車好了 那這種問題是很常發生的 那包括說 剛才講的 工時到底要怎麼規範 你實際上會問到一些問題 為什麼一一一休會 這四個休會不出來 因為 每週工作40小時 那40小時要怎麼安排 又是一個哲學 我不要舉一週工作40小時 好了 勞基板裡面也有規定 每工作4個小時要請問 用多少時間休息 三十幾 很棒 對不對 這就是勞基板原年的 為什麼 因為這兩年是 佳和所說的 整個台灣社會 勞基板14個30幾年 最密集討論勞基板的兩年 那我覺得很好 也很棒 因為這樣的話 也讓大家 至少可以了解到很多 法定的權利 那請問一下 老闆給你每工作2個小時 給你15分鐘的休息 請問有沒有違反 每工作4個小時 要有半個小時的休息 這台灣的老闆非常聰明 他也非常出賣 那你要回到很哲學的 法律立法的意志 休息的本意 休息有沒有確實達到的 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 他剛剛又提到一個事情 我相信我 因為我記得在說 德國有一個企業關門法 對不對 就是 商業關門法 就是說 你要 你的營業自由 不是你 無限的擴大 那我曾經選過一篇文章 那我曾經 想說我曾經選過一篇文章 不過 如果你們想看那篇文章的話 記得 舉頭三幾個Google 回去Google一下就知道 什麼都20小時好 剛剛佳倫在罵的 就是 新北市 這個 弄了一個20小時的圖書館 然後 開了記者會說 我們 這個 率先提供了24小時 圖書館的服務 所以我就寫了那篇文章 請問24小時 夜間工作 是例外 還是常態 應該是例外 對不對 但是我們把所有的夜間工作 常態化 這是 變成是我們的法律 比起去回應這個常態化的結果 那 當然就產生出很多 很多很難落實的地方 那 剛剛佳倫老師 我剛剛提到那篇文章說 譬如說 像我夜府 為了折壓卷衛設的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夜間工作疾患癌症的比例是比 不值大夜班的人還能高出生多人 所以他們有一部法律是 你要值大夜班 你要開 半夜開 你要經過申請 不是你想開就開 但是我相信家庭各位 已經很習慣7-11 對 好 我們連家樂服都可以開20小時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就是 透過這樣的討論 我們可以有一些 不一樣的想法 那也許可以很 很 很 target 到底縮短工時 這四個字 我們要怎麼做到 我們要怎麼實踐 那如果這是對的 若重逃起碼1980年 一週四十八小時 就像剛剛佳奧老師講說 好像從來都沒有 感覺起來 沒有人 那成一回事 從四十八到兩千年的 雙生八十四到二零一 五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通過的 一週四十小時 到二零一六年的 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 他的 他的趨勢也是縮短工時 那縮短工時 這四個字 在哲學上 在政策上 在法律上 都不能落實 那接下來 我相信大家 手已經 這個 曝無期待想要舉了 那我們就開放 來做交流 有沒有要提問 一位 什麼客氣啊 一位 真的嗎 好 那我就先特格提問 大家好 我想請問江河老師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關於就是像日本 我們也知道日本他在 公時的違反上面就是 先有勸導 然後接下來在法的 裁法 然後最重的就是刑事法 那如果在台灣就是 引進這個刑罰的 就是在公時上面 引進刑罰 就對於我們所謂的 關好法 對公時的遵守上面 能夠怎麼注意 或者他可能會引起 更大的反效果 就是他們更是想方 撤法的 要規避這個 公時的裁法 那譬如說 我們現在的裁法 大家也是會認為說 我們的裁法過輕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 抓到一次的違反 就是中罰兩萬 而不是以個案來說說 譬如說你的公司 有四五個人就是 違反這個規定 那我就罰四五個兩萬 這樣子 那不知道就是 裁法跟注重守法 這個有沒有觀點心 還是會不會有一種 把效果發出 謝謝 好 還有沒有要去問 好 不然我就去搜尋幾個問題 好不然我先做一個明料 誰有 如果大家都不認識沒關係 有誰認為自己的 來不然是冠老闆的 請你去搜尋一下 那麼少喔 那台灣跟他滿不多 哈哈 開玩笑 開玩笑 好來 剛剛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 歐洲他們雖然有台式公司 會變成公司 但是工作六天 就一定要有一天利監 然後我想到的是 比如說 旅行社的導遊 他可能帶一團進去 就是十天十幾天 那這種情況 他們怎麼處理 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就是碰到勞動的型態 有人可能有這樣的需求 還有一位 然後我們這位結束以後 我們就第一輪 請教育老師來回應 教育老師好 今天在齊林的那個 課程中 上過年那個非典行勞工的課程 可是很慚愧的 我並沒有 當時候並沒有非常了解 這個議題 那剛剛老師提到 就是企業他在 例如說無上限運轉的時候 他必須要調整所謂的人力派遣跟調整 那就會讓我想到說 其實企業他現在正在做的也是 為了要降低企業成本 那他其實不會是雇用輪班兩制的正式勞工 他其實也是用所謂的派遣的人力 就是供讀生這樣子的方式去降低他的成本 那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老闆資方他還是用 因為他會變成輪兩半制 例如說12個小時的營業時間 他必須輪兩半制增加成本 那我就會覺得說他其實也 在實際上他也並沒有 因為這樣的增加成本 他其實也是在雇用比較第一性的 非電型的勞工僱傭降低成本 對 好 那就加入 好 謝謝三位朋友的問題 第一的問題是這樣的 到底刑罰是不是適合用來犯罪化 好 刑罰是否適合用來處理違反勞動法的行為 我只能夠說不同類型的國家做法截然不同 最典型的就是德國跟法國的差別 法國人喜歡動不動就用刑罰 而且刑罰是算人頭的 好 以大量解固 我們台灣有一個法律叫大量解固勞保護法 基本上是模仿歐洲1970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 大量解固指令 叫做均衡各國關於大量解固法律規範指令 這個指令 我們台灣的設計比較像德國 法國人就很絕了 法國人你只要違反規定沒有通報 沒解固一個勞工 例如你解固100個 沒解固一個就處理刑事罰計 你解固100個就乘100 法國人就用這樣幹 那結果在法國的結果是 德國很少人違反 法國大量違反 這是一個有趣的 我只能夠說 這個跟 很多人認為這跟法國作為單一國 德國作為聯邦國有一些關係 我一直不曉得關係何在 我只能夠說 據我這幾年看到的趨勢 特別是在最低工資的趨勢 工時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歐洲各國的工時都很高 所以他把工時違反 促以刑罰就沒有必要 對不對 那歐洲各國這幾年最明顯的是 最低工資 只要違反最低工資 就是可以刑罰幾乎各國有志於同 所以我的結論是 對於違反勞動保護規定 促以刑罰可以說是一個目前的國際趨勢 可以這樣講 但會不會真的處罰到人呢 因為多半大部分的雇主都是法人 法人呢也只有罰幾乎 法人沒有自由乎 只有罰幾乎 所以他會跟行政法沒有太大差別 所以如果你要對於企業的制裁的忍受度 其實兩個差別不大 差別在於你要運用其他手段 比方說歐洲各國都發展出來 如果你 我還是用最低工資法為例 如果你違反最低工資法 到一個程度 到一個人數 累積到一個金額 我禁止你參與政府採購 我禁止你參與某一些市場 我禁止你甚至 我是說台灣也許可以想像 甚至禁止你上市上櫃 或引入外資 或重大對外投資 這個過去我們都用過 有連勞政也操作過公共工程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說或說協約終成條款 如果你違反管理協約 在各國可以作為政府採購節約的市由 所以重點是要讓企業屈服 絕對不能夠只是罰他新台幣 不能 不管那個新台幣叫行政罰款 還是叫行事罰警 意義都不大 國內一直有人贊成 也一直有人反對 反對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也許大家聽起來不太像理由 國內一直有人反對 很多違反勞基法刑法化的理由是 你就算列入刑法了 國內的檢察官 乃至於法院 也不會如你的這樣做 我總共說這是行事司法問題 這不是法律制度的問題 所以我想當然啦 這個公時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加班 我不曉得各位覺得說 違反勞基法上限加班 應該可以刑法 還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說 到底什麼樣的違反行為 就要刑法 那是下一個問題 恐怕還是要綜合討論 無論如何 任何的處罰都會有人規避 所以我不會把規避 跟這個問題認為混在一起 因為一定都會規避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提到說 呃 旅行社 例如導遊 沒有錯 有許多人因為工作特性的關係 他可能沒有辦法 連續第六天後中斗 好 在前年里約奧運就出現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里約奧運的時候 里約奧運的時候 因為當時台灣處於一個尷尬期 因為民國75年以來 可以連續封座12天的解釋令被廢除 新的解釋令9月還沒出現 所以台灣在中間過度幾出現兩個風波 一個是里約奧運 一個是中休節 大家可能不耐心 因為我年紀大了 記憶力越來越好 這樣我竟然很清楚 里約奧運的時候 報著就有人說 里約奧運有什麼問題 你就把他從巴西叫回來 換一組記者去就好 那當時我被文奧部教訓開尾 因為媒體記者是文奧部管的 那我正好對體育界有一些了解 國際奧會發給記者證 是針對指名道姓 發明這個人一次發20天 絕對不容易去換別人 所以各國都對於媒體採訪業設了一彎 簡單的講 就算公實模式法律規範也舉 各位不是毫無例外 因為總有一些 我們都覺得 我剛剛用了好幾個形容詞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一時性 個案性 例外性 偶發性 有沒有 我剛剛舉了這幾個特徵 針對這幾種特徵 各國都設例外 國內最大的問題就是 試圖把一時個案的例外變成通案 這是台灣最大的問題 我們從來沒有人說 李月奧運第六天就要叫他坐兩天飛機回國 再換下一個坐兩天飛機去 我們從來沒有人這樣講 對不對 我們從來沒有人說 如果有人工作第六天 在山上沒有回來 那他就是違反了公實規定 我們沒有人這樣講 各位 任何一時性的規範 在各國都容許 例外 導遊也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我今天報告本來有 我把它刪掉了 就是說 我有列出以德國法令為例 有列出一二十種例外 但我一再強調 四例外 個案一時偶發 絕對不能通案化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現在有點擔心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的心法 列了兩種 一種叫工作特訊 一個叫特殊原因 那特殊原因又分了文化的特殊 經濟的特殊 什麼的特殊 我 我對這個有一點擔心 當然 我們現在沒辦法事先預測 說政府一定都胡搞 或政府一定會非常嚴謹 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我們都 大家一定要關心 什麼叫做工作特性 什麼叫做特殊原因 我們應該要從理論跟各國經驗 找出一個最大公平的事 這樣才能夠做到 我相信 大概不會有人會認為導遊 但司機就不同 司機跟導遊是不一樣的 絕對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去面對 為什麼要特別舉這兩個 因為很多人說 老師照理這樣講 導遊可以連續超過六天 那司機應該可以 不一樣 他們所負責的工作性質 跟安全任務是截然不同 我們一定要很細緻的一個一個看 有一些我們可以容許意外 但必須是一時性的 然後那個一時性的要搭配 所以接下來毫無含糊的 例如補修 好我想這個要一起搭配 就算你可以連續工作六天 必要的修行也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剛才會說 它是整體的配套 好 第三位朋友問到的 您問的是說 如果我要增加能力 結果用的是非典怎麼辦 是嗎 這是一個難題 沒有錯 一例一修前年通過之後 我們確實有看到幾家企業 確實是如此 他用太遣來填補那些 休息日工作的人力 我的回答是兩點 第一點 那一部分必須回歸 非典型勞動的法制去處理 國內因為目前沒有非典型勞動法制 我們變成毫無處理的基礎 就會讓你覺得 你們這個政策還不是把大家推往非典 那為什麼其他國家沒有問題 因為它有處理的制度 所以我的結論是硬碼歸硬碼 你一定要把對於非典保護的法制建立起來 才會把這個影響負面撿到這地 這是我第一個回答 第二個回答是 連接到我剛剛說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多出來的能力 許多國家是把它導往 你要雇用長期事業者 現在長期事業者回來 而我們台灣沒有聽過這一塊 所以才會呈現兩頭落空 那甚至會出現 像我服務的政大那個東方哈大 我們東方哈燙 那個泡沫紅茶店 對不對 就發生休息日的工作 如果員工一到五是員工 禮拜六變太強 變那個怪異的情況 還好台北市政府 勞工局第一天就阻止了 我的意思是 這種令人遺憾的發展 不是因為這個制度造成 而是因為其他制度的缺憾 我們應該不破亡把其他補起來 這是我回答 好 第二輪的提問 一位 兩位 好 先 來這邊 老師好 我想請問老師的是說 您今天談的這個公實哲學 讓我也想到說 如果我們拉進去之前在 談的無條件基本收入 跟孫大哥想要談的所謂的北歐模式 與Social Democracy的話 它其實背後是不是能夠 更高一個層次來想說 它其實就是在把 人類從機械性的商品 無條件的使用 活去了人權跟人性的尊嚴 與太過於理想 烏托邦的共產主義 齊頭式的平等 和忽略人性的一些 基本的自私與假設之間 在每一個民族文化的 能夠取得的文化共識之下 再達到一個平衡 然後才會有您講的說 比方說瑞典、丹麥 或者是其他國家 他們有聽起來 他們只要國家的人同意 就可以的一個妥協的主張 而這樣的東西 呼籲你回來台灣來看的話 是就會 是不是能夠就能夠 體現你所講的說 我們因為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 也不可能有有型的制度 去圈規範無形的人性 所以如果台灣人本身的 中心價值觀就是歪的 你看什麼樣的制度 就會是歪的 所以我必須先能夠理解到說 我的健康也是別人的健康 每人的健康都不應該被妥協 謝謝 為你作為好 來 瓜老師你好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是 就是剛才有提到說 在收檢工時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一個途徑其實是要增加 或是調整系列的運作能力 或是人力也比較多人海 但是我覺得可以在最近的 交通服務書業的 人力交通都可以發現 未必是增加人力 而是增加他們工作時間的強度 例如說最近發生那個 長榮靜座的例子 其實他們就是 把大家 一樣有 就是那些工作長度是加強 以至於台北非洲金山來回 只做57個小時 然後手機主要來回 或是其實在北捷駕駛的案例 可以發現他們從各方面 一樣其實是合法的 就整天的工作時間是8個小時 可是真正駕駛的時間 從5個小時變成6個小時 也就是說在合法的工時範圍之類 其實是提高了他們的工作長度 以至於也呈現了一種 靠一句 你也都不想說話 可能這個合法 但是開始呈現不合理的這個狀態 那這樣子的問題 要如何解決這樣子 可能是勞工更加的療療或過療的狀態 這就是法律上有沒有這個方法 還有沒有可以再允許 這個問題以後 我們就請嘉賀老師來回應 老師好 我想 就是剛剛有 我要整理 就是剛剛有講到 顧分工時的事情 那 我不知道等一下的問題 會不會有點混 不然是希望老師變了 就是 我先講一下說 就是老師剛剛在 就是聯想之中 有提到 我們一個月變54個小時 那就我了解的話 就是 政府的回應好像是說 就是因為2016年的那一次 就是把我們雙中84小時 變成了單週40小時 那所以這一個月之內 就是等於減掉了8個小時 那 我在猜他們的想法 就是過去 既然84個小時都沒有 雙中84小時沒有事的話 那我再把這8個小時加回去 就是減掉那8個小時再加回去 把46加8 所以就變了54 所以一個月就可以加班50個小時 我在想這個脈絡是這樣來的啦 那 那 就是我最近在整理那個 就是工時 我在寫一個文章 然後在整理工時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說 在應該是2010年之後 我們台灣的平均的那個 年工時是 一直以來都是世界第三嘛 那一直到2016年的時候 它變成了第五 那 政府所解釋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2016年有那個修法 然後單周年4小時 所以我們的工時是下降的 但是 那 我想要連接到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話呢 就是現在就是 在 像上次版 這個勞進法修法的時候 我們 很強調就是說 可能會有過勞的問題 那 除了台灣之外 另外一個很有名過勞的國家 就是日本 可是我們看日本它的工時 其實是 不是這麼高的 它們只有1000多個小時嘛 跟我們差距蠻大的 那 可是如果我們細部去看的話 它是有很多部分工時 那 所以我想要連結到 今天我們講到的 彈性工時的事情 就是 我們到底是彈性了什麼 誰的彈性 就是 就我的理解而言 我不知道有沒有錯誤 就是我們彈性呢 分成兩種彈性 一個是從勞工出發的彈性 一種是從雇主出發的彈性 那 這一次的修法很明顯 就是從雇主出發的彈性 也就是說 雇主他需要我們勞工 去多做一點事情的時候 他就希望說 我們可以配合他 然後多加點飯 但事實上呢 對於勞動健康 或是 就是勞工的身心健康 或是身體的健康 還有心理的健康來說 很重要其實是出發於自己的彈性 比如說 我們在工作家庭之間會有衝突 例如說 有很多女性或是男性 他在生養小孩以後 他必須要有一個彈性的時間 比如說 我需要送小孩上學 然後接小孩下班 那 我就有一個彈性的工作時間 我可以安排自己說 10點鐘的時候再去上班 或是3點半的時候就先下班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他的身心狀態會是好的 然後對於健康會是好的 所以呢 我想要 我第一個疑問就是說 像這種 如果說是以我們勞工出發的彈性 然後配合像日本這樣 他們有很多的就是駕駛主婦 他們就是部分工時的人 這樣子是不是其實 整體的狀況來看是好的 也就是說 不是說非 不是說非點這件事情就是有問題的 而是說 這一些 比如說日本的駕駛主婦 他就是選擇了彈性的 自己出發的彈性工時 然後他去做了非點的工作 然後這其實是好的 當然還有另外一些東西 要去做補充 比如說像是在法律上面 對於這些非點勞工的保障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這次在修法的時候 我們聽到有一些就是 企業主他們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 你不可以把一套衣服 套用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因為每一個人 不可能每一個人都穿得下降 可是在我的觀念上面來講 我覺得勞維法它是一個 最基本的法律 所以它必須就是要做一套內衣內褲 讓大家都可以穿得下 之後 然後再去做一些修正 那像這樣子的彈性工時 或是非點的工作型態 是不是在一個基本的法律之下之後呢 然後再去寫一些例外的條款 或是什麼其他的偏套措施這樣子 對 那最後我想要講的是勞檢的問題 這次的修法有非常非常多的政府 唯一都講說 我們可以假常監督 然後就需要用到勞檢 可是勞檢其實有很多的人都是派遣嘛 它就是非點的 然後呢 我個人是認為說 我們勞檢現在人力根本就不足 然後它的權力根本也不夠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是可以用什麼樣子的 就是比如說在勞心法或是什麼之類的下面 然後做一個武強嗎這樣 謝謝老師 好 這個實驗的關係 我們就這一輪 那我就請佳和老師回應 也做個小一個提論 剛剛的三位朋友 其實你們的個人的看法跟意見 現在談的比較多 真正問我的實際上比較少 我都覺得三位都談的蠻好的 第一位朋友 談到無條件基本輸入UBI的問題 我只能夠說 歐洲各國都沒有UBI 事實上都沒有 很多人在努力 我1992年去德國留學 我寫的第一個社會學類條例文就是寫UBI 應該這麼說 UBI我當然不反對 各國理念上不反對 但不一定要採取UBI 聽起來已異調 就是說 因為你如果採取無條基本收入 會產生一個重大問題 要不要排斧 我無理應用社會福利體系更有效率的安排 來達成UBI同樣的效果 就是各國的共識 所以你的問題分為兩部分 你的說法分為兩部分 一個是UBI 一個是其他 例如我們剛剛提到北歐模式 包括荷蘭 再包括後社會主義國家 以波蘭為主的所謂Fix security 談性安全問題 我剛剛其實隱含了我對這個問題的評價 評價就是人家很好 我們做不來 我們欠缺很多條件 我相信你應該也同意我的看法 你才會有剛剛那個 我都覺得很贊成的一個說法 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第二位朋友 第二位朋友 其實上 你講的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我剛剛說的是 企業並沒有因為你縮短工時 而以調整能力的因應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說的正是如此 它沒有去出現一個條件 它沒有去配合 因為配合正好是過勞 就會產生一個確實法律要檢討的 叫做不違法但不合理 這個講法從法律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 但代表法政策出了問題 你為什麼要去容許不合理的情況繼續合法呢 對不對 那就因為我們這兩次的修法 並沒有在我的角度 並沒有站在一個斬釘截鐵的政策決心 跟意志之下 劃下一個不可跨越的紅線 我們那個紅線根本是模糊的 隨時可以拉扯 隨時可以擴張的 才會產生這個政府官員說 我很遺憾不合理 但必須抱歉它沒有違法的這種講法 所以應該要去調整我們的法律制度吧 萬一台灣的法律制度還仍然不願意 增幣能力怎麼辦 那沒辦法你只有減班 你只有減班 那減班就讓我想起前年我剛剛說的 比例奧運以外另外就是中秋節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為什麼前年9月勞動部會做一個解釋令 這個解釋令有三種類型 開放連續工作12日 第一種解釋令聽起來很怪異 叫做連續放假 春節 對 春節 端午中秋 連續放國定教育之交通運輸及土宅 各位 它只開放交通運輸及土宅業 因為第一 台灣人 台灣人過中月沒有豬肉會死 這就是他們的講法 台灣人喔 中節國筆百氣會 會殺人那樣子 那不行對不對 第二個主要來自於前年中秋節前信交通運輸院的威脅 我就讓你們回家返鄉沒有國道客運作 我就讓你們這樣 讓你們把政府當時顯得無法招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把紅線畫得很清楚 就像那個時候 立法院要求勞動部廢掉 那勞動部九月定 有三個多月空窗期 那三個空窗期就是我說的紅線已出現 紅線已出現 交通運輸業當然就可以威脅 那我只有減班 你會發現它會減班的 當你跟他說紅線清楚它會減班的 我們今天的問題在於九月之後紅線不見了 一直到今天 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法律只要設下界限 畫得清楚 那企業一定要回應 要不減班 要不正義能力 它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今天的問題在於法律不設清楚 那最後最後各位朋友 我想很多也是你的分享 我都覺得蠻好的 你的46加8倍54 我當然了解 那是很多人的一個講法 我會從兩個角度講 46叫什麼 46叫做 我擁有我的時間主權之外 我必須 別忘了 什麼叫加班 各位 加班在我們法律的解讀中 加班叫做 雇主依指示權命勞工延長工作 別忘了 它的法律性質叫 雇主行使指示權 它不是勞工的權利 不是 很多人經常誤會這一點 國內有一種訴訟 其他國家都沒有看到 就是勞工到法院尬老闆 因為老闆不讓他加班 據現場的律師跟我生動的描述 法官那個手撐著下巴 斜斜的看著勞工 加班對你不利 你不知道嗎 你為什麼要加班呢 國內這種訴訟勞工隱昧的敗訴 當然 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問題出現在 雇主不讓老闆加班 事為了要審六個月之後的退休機 那這個有前因後果 我的意思是說 46的重點在於 它要加上 雙週84便能單週40等吧 在於勞工擁有自己的時間主權之外 必須配合雇主行使指示權的上限 這才是46的意思 好 這是我第一個回答 日本齁 日本以前教授勞動的國度 然後日本在過去十幾年 像您說的明顯的縮短風時 舉世稱憲 雖然沒有人知道原因 直到一個是有個日本教授來台灣 他說 他說 他很淡定的說 這個不夠簡單的 他說日文 他就說 非常簡單 那個 如何如何 他就說 我們政府輔導企業 你們台灣也可以做得到 然後他就一直喝茶 就不講 我們大家急如心火 拜託刀趕快傳送 他說我們日本政府輔導企業 叫企業的命令員工 六點打卡下班再回去上班 所以你們日本統計不可信 日本教授告訴我 日本統計不可信 你們台灣人還相信 日本統計不可信 大量叫大家六點打卡下班 再回去上班 接下來都叫自願上班 而且別忘了我剛剛說 日本財糧勞動 虛擬工時 很大程度把這個稀釋掉了 不過 您說到的一點很有意思 叫做部分工時 日本很多不同是家庭主婦 事實上 歐洲各國包括亞洲的日本 東亞的日本 部分工時都是典型的女性工作 而且有很大一個比利斯家庭主婦 特別是日本 因為日本 各位日本婚後女性 勞動參與率 遠低於台灣 遠低於台灣 所以呢 他們需要看看 因為他的先生 在公司 這個日本的商社 也沒有過去那麼好的 泡過經濟之後 所以他需要出來打工 賺錢等等 總統的改變 催生了日本的部分工時情態 慢慢跟歐洲趨近 有趣的是台灣不是 荷蘭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國家 荷蘭的部分工時勞工 超過90%都是女性 其中一大半是家庭主婦 台灣不是 台灣男女各站一半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比例 第二個比例是 學生將近一半 各位 各國很少出現 部分工時有這麼高的學生 表示跟我們高等交易政策有關 所以我的看法是 部分工時 我們很難跟其他國家 站在相同的基礎比較 但有人會說 因為其他國家 部分工時比例高 所以呢 平均其他的 每年年度總工時 自然比我國來得 短 來得低 這個我一定程度 至少我局上可以想像 但我也許要換一個角度講 如果台灣大部分的勞工 都是全世界工作 有什麼低薪還這麼嚴重 可見它還有別的分數 不過我想 您說的我都很贊同 沒有錯 有一些彈性化的類型 確實是勞工的利益 您剛舉的例子 我的聽起來叫移動工時 我們叫移動工時 就是說調整上下班時間 維持企業核心時間 大家共同 那一般來講 透過企業人力安排 就可以達成 沒有錯 可是國內的企業 除了某一些大企業以外 一直 不是那麼樣的 樂於這一點 國內的家很有名的金融業 我常舉這個很好笑的例子 國內的家很有名的金融業 它本來規定 8點50分要 要打卡上班 8點50分到9點之間到的 當天扣半薪 9點以後到的當天沒有薪水 結果 這家 國內很有名的金融業 很有趣的現象 8點48 49分 看到一堆人狂奔 8點52 53分 看到有些人狂奔 有些人慢下來 8點58 59分 沒有人狂奔 再商量待會去哪裡唱歌 乾脆不要上班 今天進去白做的 後來這家公司知道自己 是一個很愚蠢的 後來就取消這種規定 開始用魚桶公司 你的如何決定企業核心時間 我的意思是 利用適當的安排 就可以達到你說的效果 當然你說的遠比我長得更多 你說的會涉及到很多 例如 我有特殊家庭需求 要求調整為部分公司的權利 這個在歐洲 許多國家的法律都有這個權利 我國沒有部分公司勞工法 各位 我國勞動法律 保證你找不到部分公司的四個字 絕對找不到 所以我們自然沒有 把這種權利 明文規定勞工可以行使 就變成在台灣很難去貫徹 所以很多處在法律制度 也許有一些法律制度的帶領 可以去存生人民的權利意識 或倒過來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佳佳老師 我想 今天是一個非常輕巧的討論 是說讓大家 對法律裡面的公司保障 跟實際上的情形 以及理論上面的一些討論 可以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 當然 公司的複雜度 我相信我不需要我花太多的時間 我曾經去拜訪一家電視台 電視台 公會告訴我說 秘書長 我們最東大樓裡面有100套公司 有100套公司 那如何來透過公司的保護 來讓這裡面這100套公司 都能夠保障到法律裡面 對勞工的積極保護 我覺得這部分其實是慢慢的要透過某些更精緻的討論來確立 那當然 今天佳佳老師提供大家很多不一樣的思維 那希望能夠在未來公共的討論裡面 能夠有更 更 再去八字這也是什麼 那個 想法激進 行動 務實 那當然剛剛其實不只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公司的討論 包括說對經濟政策的討論 包括說我們對公司的安排 還有各項的這樣的一種 也許我們可以 也可以去討論說 是不是有另外一套可以選擇的 那剛剛有提到 老師長期在推動北歐 那我們1980年成立到現在 一直都以社會民主作為一個看待事情跟 跟理解政策 理解社會的一種模式 那剛好 因為今天 我們有一本 什麼叫社會民主 的書 剛剛出版 樓上也有在賣 那也許我們可以讓大家一起討論說 那到底台灣在此時此刻 我們在混亂中 有沒有辦法理出一套 未來可以選擇的一條道路 那這條道路到底是什麼 那希望未來大家一起持續的在關係 持續的討論 那這樣 縮掌公司至少 我今天這個題目 誰的彈性彈性彈性是誰 其實在台灣的法規裡面 只有公務聯服務法裡面 有彈性公司的十個字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沒有 那我們如果這樣 假設真的是有彈性 這個彈性極符合了 最好的理想 極符合了雇主的需求 又滿足勞工對於 剛剛佳和老師所說的 公實自主性的安排 有沒有可能有這一套的模式 那我想這部分是 我們可以持續在討論的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大家參與 謝謝